近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 紧贴海外使命任务特点 组织装甲兵力为吉布提盖伊德国家靶场 开展实弹射击训练 检验装甲兵力在复杂气象条件 和荒漠地狱的作战效能和精准毁伤能力 为遂行海外多样化军事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训练在吉布提盖伊德国家靶场进行 当地时间凌晨五点半 参训兵力集结完毕 计划展开装甲火炮 重火器 实弹射击等科目训练 承介追监分队受领任务后 迅速明确分工 将人员编为火力支援 前沿攻击和封控清剿三个组 火力支援组占领射击阵位进行预先火力准备 对敌前沿防御攻势及火力点实施精确打击 消耗敌有生力量 削弱其防御能力 前沿攻击组到达预定位置后展开队形 实施直接火力准备 封控清剿组在突击车火力烟幕掩护下 快速突破敌前沿 对固守残敌实施封控 步兵下车战斗交替掩护前进 利用轻重火器对残敌完成轻角 在为期两天的实弹射击训练中 按照全系统运用全要素融合要求 多个装甲编组先后完成协同射击 封控清剿等科目训练 穿插运用迫击炮 单兵火箭弹 车载高射机枪等武器装备对目标实施打击 有效提升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综合作战能力